這次所謂習近平 我猜不是習近平 是他們的本人寫的 特別提起曹光彪的兒子和包曉光的女兒 特別提起他們兩個了 他們兩個當然是領波人 我實際上都算是正宗人領波人 而且我這代 我爸爸那代當然有重海網領 又領波幫 因為我自己做生意 我沒有跟我爸爸做生意 我爸爸做那些攝影 在上海做我們最大的攝影材料 又是一架相機的代理 我就沒有跟他那樣東西 我就走了電子方面 我自己做 後來就做了風險投資 我爸爸絕對是那幫人 我呢 因為我做生意當中 反而跟上海人和領波人沒有什麼打交道 跟廣東人交道多一些 當然跟西人和猶太人沒有打交道 我們以前在上海人圈那裡 每個人都清楚了 領波人就是中國的猶太 有一點點貶義的 因為那時候的猶太又不同 今天的猶太 今天的猶太有國家 是吧 挺強的 你看看武力 軍力 什麼都很強 外交都很強 但是那時候猶太人的意思 就是說很... 很... 就是跟著計較 跟著計較 還有懂得做生意 這個是事實 懂得投資 那猶太人就真的對錢 他不是當錢的 他當是資本 這個差很遠了 猶太人從小就是這樣 他們呢 還有呢 因為他們呢 2000年前就在亡國 亡國之後到處流浪 他們唯一一個靠山就是錢 錢他當然在打仗的時候 他換成黃金 是吧 就... 而且他們就做那個所謂 做... 高利泰生意 就賺很多利息的 這件事很多國家呢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再取消 根本就是收利息 現在阿拉伯中東那些 伊斯蘭國家呢 收利息根本就是犯法的 就是犯了那個清真 就是莫斯林那個法 不准不准收利息的 那所以呢 但是猶太人呢 他有錢呢 他一直在借出去 互相借 這樣就在收利息的 那耶稣可以 外面的人呢 全世界對猶太人呢 就實際是很負面的 尤其是基督徒 基督徒就說 耶穌就被他們害死的 那... 那... 你將來才有機會才講 我不懂 我不是不懂 我好懂 不過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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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以前中國沒有銀行的 是吧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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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在哪裡呢 《茶》在南方 是不是 到西門下沒什麼茶 可以稍稍在廣東 阿福建那些地方 買了茶 跟著呢 一邊沿著北上 到了俄羅斯 運到了俄羅斯那邊 俄羅斯人喝茶 不是喝咖啡 她的風口 也是也喝茶 不是喝咖啡 咖啡是將來区利 区利和美洲那個地方 那ия 所以呢 呢 Üf MATV 需要錢回雷 那些它就是用錢倉而已ee 這些錢莊怎麼都和銀行都比 自從匯豐進去中國之後 荷蘭銀行、花旗銀行 進去上海之後 那些錢莊就倒閉了 接著那幫寧波人 寧波人 上海很多人 寧波人是很懂得計算的 他們來到上海就學習那些西方銀行 就自己開銀行 自己開 所以你看看香港現在做幾間證 譬如上海商業銀行 實際上很多都是寧波人開的 不過後來共產黨接管了 但是現在剩下的譬如上海商業 還有浙江第一 浙江第一後來被日本人吃了 可以說中國的銀行 現代的銀行 基本上是寧波人的 有一點你不知道 因為我是第二代 我算是解放之後 共產黨來了之後 我是第二代的寧波人 然後呢 後來改革開放 很多投行進去了 記住 投行那些大半 百分之八十 也是投行做事那些 全部都是寧波的第三代 可以說第三代 第二 第二都不是了 直接是第三代 那些在裡面就很多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 上海 上海銀行的大 上海銀行差不多覆蓋全中國的 而且上海真的是金融中心 整個亞洲金融中心 那它簡直是 一級銀行當然是歐美那些 荷蘭銀行 花京銀行 匯豐那些一級 跟著第二線那些 就是所謂中國人資本的銀行 基本上全部都是寧波人做的 寧波又去做了 航運 航運全部是日本 全部都是寧波人做的 那你外國的商船先頭 更加英國 荷蘭 什麼商船來到上海 或者以前還來到寧波 寧波是深水港 那你在那裡下貨 跟著中國裡面一直要運到長江 一部份就由長江運到內地 一部份就由上海 中國的輪船在內運到北方 上天津 上山東 青海 大連那邊 那個紮傘中心就變成在上海 因為上海 今天也是 上次一清零 整個中國停散 因為上海真是雪紐 海雲 空雲 陸雲的雪紐 那那些貨一來 外國貨 洋貨 包括日本來到上海那裡 跟著上海 有長江 跟著有火車 又有沿海那裡上去北方 南方就自己 南方就不是靠上海的 南方基本上是靠香港的 那寧波人 整個航運業 甚至一百寧波人 那大家知道了 開頭那時候 我現在你們有些很大的 和我有些年紀更大的 我們當然是清楚了 香港有三個雪黃 是不是? 包肉乾是後起的 先頭有個趙崇什麼的 姓趙的 就是做股東很出名的 後來整個船行也不行了 他拿的股東真是賣光了 還錢給銀行 這個也是了不起的 一般人不夠錢就怕拿走 他也不是 就是信用 講信用 那寧波人來說信用是不錯的 是真的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信用 不會就不能做銀行 然後 三家一個姓趙的 一個就是包肉乾他們 然後就是那個 那個 說不定的時候 就是第一任的那個特首的父親 他們三家人比較大的 但是包肉乾就是最強的 包肉乾為什麼強呢? 他就是日本人支持的 因為那時候日本開始有工會的 日本的船員 水手 很貴的 日本人就開了LC給包肉乾 開了LC給包肉乾 說我們將來包你那個船 我們用用Charta來船 要記多久 就是那些貨船 Charta來多久 包肉乾拿著的他將LC 去匯豐銀行借錢 說我要起船了 那他的錢又給日本買船 那匯豐銀行見到說 在日本開LC來給他租船 那接著呢 匯豐銀行就給他出LC 給日本造船 造船之後呢 那船是屬於包肉乾 租回給日本 然後那些水手全部在香港配 所以香港的海河下很多人做了水手 那都不錯 比起香港的收入一點都不差 但是比起日本當然低了很多 就減低了成本 那日本因為這件事 你知道那時候日本多厲害 差不多全世界的出入口佔了十多個百分比 全世界的出入 那全部用船運的 包括石油和石油 包括當時都做了這條水 只是日本一條水 你說多厲害 那它就變成No.1 而且不是香港No.1 全世界No.1 那些什麼 阿拉斯那些 就根本就不是它那樣的 那航運呢 我講的東西 真的是很大的 很大的行業 很大的行業 銀行那樣就夠很大了 那在上海 他們很多 只是說書局 我們現在的商務人主管 那些全部都是寧波人開的 那很多生意 紡織就反而是江蘇人開的 寧波是浙江 記住 寧波是浙江 他們紡織那方面 因為以前有江蘭職造廠 他們造了之後 以前皇帝 皇帝不是來浙江 是來江蘇 一路運河 就來到揚州 乾隆皇鴨 到揚州 變成江蘇和浙江是兩件事 但是在一個區域 是兩種人來的 完全不一樣的 你們看到寧波人 寧波人就比較接近香港的潮州人 窮 因為寧波山多 而江蘇整片都是 長江的出口 全部都是江蘇 一路沖泥下來的地庫 不得了 長江沖下來又有水 又有泥 泥沖下來的 現在江蘇越來越大 因為沖了泥 沖了海 地域越來越在增長 所以你如果去到江蘇 去到蘇北 就知道那邊一帶 他們說我們的地域每年都會增加 所以江蘇是很苦的 但是浙江山很多 很多山的 所以浙江就沒有什麼地質的重點 都算是不休息 浙江是靠海的 靠海比較多 海道的海鮮比較多 但是江蘇主要是農業 農業生產 非常發財 所以上海大家都知道 紡織很大 那些是江蘇人的生意 其他的所謂新的生意 寧波人全部都做了 因為寧波人不怕風險 就像我爸爸那樣做相機 當天的相機是攝影這行 等於現在的手機 高科技 還有那些人 我喜歡有一個 可以拍一些照片 那時候可以拍一些照片 鮮頭黑白 喉嚨彩色 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現在我們說當時沒有什麼事 如果有一個漂亮的拉架相機 就不得了 他說三架拉架相機就換架汽車 很值錢的 日本那時候還沒進樓 日本相機根本還沒進樓 日本相機要什麼時候進樓 就差不多60年代開始進樓 上海基本上的生意 可以說七成 七成上海的生意 很大的工業 包括工業商業 全部是寧波人做了 為什麼呢 我再講一下歷史 大家要明白歷史 比如我家裡的歷史是典型的 寧波人的歷史 北宋 大家知道首都就是開封 接著南宋就下來了臨安 臨安就是現在杭州那裡 皇帝逃了過來臨安 大家就知道歷史了 我非他們知道 那裡一直偏安了一段時間 跟金人 金國 跟現在女爭 可以說以前的滿洲人 滿洲人是後代的女爭 那時候金國就是古代的女爭 就是滿洲人 一路打就停在那裡 後來大家都知道 打一打一下就受不了 接著蒙古人就滅了女爭 就是金國 變成了對蒙古人 那皇帝就頂不住了 就走 一路就走 大家都知道了 走到現在崖山 就是近香港 泰宇山那裡 那邊去的 就是那裡頭海的 但是其它的官員 又開封下來 好像我祖宗 我祖宗 開封下來的那些官員 如果不是皇帝的近身 就是不是真的 如果整幫人走去 就走去南下 不是他頂不住了 錢也頂不住了 我們那個第一代造星 就是開荒 我們是承相級的 那時候已經沒有承相 有一個 等於清朝那樣 有一幫人 大家是負責 你說 好像文天祥那些 所謂的承相 那些是南宗的承相 北宋那時候 已經是大家集體領導的 但是級數級別 還比承相 那走了過來 再過來南安 再過來杭州 跟皇帝 那裡傳了幾個皇帝之後 皇帝就走了 皇帝就走到香港這邊了 那他們呢 很多 很多 不是只有一家 他們走向海邊 因為你不知道 將來殺到什麼 可能要出海 可能要走人去日本 那就一聲就再進去 走南 帶了一家人走南 就來到寧波 寧波是最近日本的 寧波如果坐船的話 最近那個就是長崎 就是原子彈那個長崎 那裏去 寧波人就在那裏就落地 就是我當中 以前你知道 南宋的時候 中國沒有什麼海道生意的 最多沒有什麼海的生意 最多跟日本有些交易 因為寧波的時候就不是很大 但是南宋 因為皇帝走路那幫人 就走去寧波 寧波也好 你看到張介石叫做鳳化 鳳化 實際也是寧波周邊的 接著邵慶 邵慶 邵慶來的叫邵慶 邵慶人 也是那區來的 全部都是一路向 由杭州那裏 大家知道杭州灣 一路向東邊走 走到盡頭就是寧波 由杭州一路向海走 杭州 大家知道有個杭州灣 在杭州灣的南邊 一路向來 走到一路走的方向 在那裏沿途就有很多家人 以前那些官 以前宋子的官留下了 你們看武漢小說的那個金融 茶家 茶家又在那裏 它就在那裏開始 跟著我們走得最遠 有什麼事就要走 後來蒙古人打到來 打到來之後殺了很多人 很多人抵抗 跟蒙古人打過 我其中一個祖宗就是被蒙古人殺的了 但是殺完之後 最後在那裏就住低了 就住低了 那裏就在那裏 實際就是以前宋朝的官員 做了官員 你知道 大家都讀得書的 那裏整個整行 所以你看看金融 寫什麼射雕啊 什麼英雄那些 寫什麼小說的 寫很有文學的 當然裏面是事實的 我不清楚 有些戲劇性的 但是你就看到它的文筆 它的文筆寫得挺好 那裏呢 那裏那裏 就是說杭州灣的南邊 一路過去 去到寧波 這裏全部都是讀書人來的 就是有我們叫知識分子 是吧 以前的世世代代都讀開書的 變成家裏有這個傳統的小孩讀書 老實說 基因有些關係的 那個寄生 還有家裏人說話 你自然就知道他們怎麼說話 怎麼計數 怎麼想事情 碰到問題怎麼處理 這些是 你可以說是先天 又可以說是後天 就是合起來的 相乎相成的 所以這些就是真的基因 實際不是全部基因 都有基因 有關係 但是實際父母親 包括你和家人一起住的 大家庭 大家看著他們學了些什麼 他們懂得什麼 你的小孩就學了些什麼 這些各種的遺傳 那裏以前出狀元 多得不得了 再如果有杭州 再北上一點就是蘇州 蘇州是什麼呢 蘇州那些地方就是以前 宋朝那時候還沒有清朝 還沒有清朝 那時候叫做紅燈區 那些人去玩 那些林安那些 南宋那些官員 有錢人去玩 就去蘇州了 蘇州是出名的 美女的 都很有錢的 那裏都有錢的 因為當日呢 當日他們在那個地區 富度不得了 你知道混河 以前徐陽帝做了一條混河之後 宋朝才開始了 拿他們所有的貨就運去北方 就經過那條運河一路混上去 變成那個運河那個起端就是江蘇了 他們很有錢的 他們那幫人很有錢的 就是和浙江人不一樣 差不多區別是這樣 江蘇的人等於南潘順 江蘇的人等於南潘順 浙江人等於潮州人 差不多就是這樣比較了 浙江人因為山多 沒有地中野 所以那些孩子全部趕他出去學師 趕他出去學生意 學做生意 學做生意 學了之後呢 懂得怎麼賺錢呢 就多數去到上海 上海是最旺盛的 因為那時候鴉片戰爭之後 上海就變了一個 變了一個 所謂的 貿易兼金融的 中心 貨全部來這裡 那把上海人 說回英國人 跟著英國人租了很多地方 租界租 每年租了很多地方 拿去變成現代化 就是等於香港 拿去變成有了自來水 煤氣 電 交通 路 就是整套東西變成一個 商海變成一個 現代的西方城市 而且他剛剛還沒的 就全部趴得住 趴得住倫敦 又趴得住巴黎 完全趴得住 那法國人呢 法國租界呢 他就負責起樓住 英國人呢 就負責民航區了 所以外灘那個就是民航區 全部是英租界的 那外灘進去的呢 那些就是住宅 叫法國租界 那些我們全部都在那裡住的 那上班呢 我老爸上班呢 就是在外灘附近 就是叫南京東路 南京東路走一點點就是出去外灘的了 現在那裡有一間最美的酒店 以前就是那間什麼酒店 現在和平飯店 我爸爸那間公司就是和平飯店 差不多走六、七分鐘左右 再說一說 說完了 寧波人在上海是很大勢力的 他們之間有信用的 他們之間都互相 比如誰不夠錢就和誰借給 這個規定是一套規矩的 那以前是怎麼做生意的呢 以前的那些老闆 現在那些人呢 就好像我爸爸跟我說 那些廣東人很乖的 來到香港見到那些廣東人上班 收工就回家了 但是他在上海就不是 上海所有的那些老闆 一走到那班就回家 休一休息 洗個澡 然後穿得很正 然後晚上就去那些舞廳 帶著老婆好嗎 帶著老婆 有些沒有老婆的 那麽應該要找一些交際 那麽呢 在那個舞廳那裡 就是他們的交際場所 有幾個交際場所 一個就是他們的舞廳 現在那些舞廳都可以 都可以開來香港的 什麽道路子 巴拉莎那些 全部來到香港差不多同一名 那麽他們就在那些舞廳裡面 就是實際交際應酬 他們之間談生意 不是很多人的 我估計上海那些 所謂做生意的人 都是一萬人左右 那麽差不多 那個大勢就差不多 等於港島 香港的那個場面 差不多就等於中環 一路去不到北角 去到銅鑼灣 就這麽多 那個就是上海了 那麽晚上就慢慢交際應酬 實際就是大家保持關係 還有有什麽生意 就是那麽時候告訴你 那麽其中一個地方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馬會 上海有馬會 那麽馬會就是馬會裡面 大家又在那裡 大家在那裡社交一下 接著就做生意 做馬那些 大家都是肯有的 全世界都有 哪裏有賭馬就有做馬 那些就是威了一輪的 不是靠你賺錢的 我那一匹馬都聽我的話 馬師聽我的話 那一匹馬都會跑贏的 那個個都是馬主 以前上海那些馬主 馬主可以自己騎馬的 不是一定要扯馬師騎的 沒有 我有幾個西伯 有幾個西伯自己騎的 來到香港都自己騎的 那麽他們是有引的 那麽為什麽要給人騎 我做的時候騎 他做了騎士 又是馬主 又是騎士 這樣 來到香港 那接著就共產黨來了 沒辦法 那那幫寧波人 因為他們在上海 都是做客人 都不是 他們家鄉就是在寧波 他們來到上海 他們都已經離開家庭 所以他們寧波人 對離開上海 就不是很介意 就沒有這麼緊張 但是江蘇人就不行了 江蘇人百分之 你看看最出名的那個 江蘇人 是否 就是 Larry Young的那個老爸 江蘇人就是比較是斯文 比較有錢 比較是 吃得苦 我們浙江人呢 吃得苦 所以說走就走了 所以浙江人基本上 大部分都走了 有些走到台灣 有些走到香港 有些甚至走到美國 就是見到共產黨 大家心明了 有些像我老爸那樣就遲了 有些是49年前走的 有些是49年後走的 但是差不多最後走 都是五、三年左右 差不多走 可以走的已經走了 留下的那些 很多是江蘇人 江蘇人就是很斯文的 江蘇人實際是那個 經濟環境是好過浙江人 他們有些少許嬌生慣揚 就是跟家裡關係間好好的 不想走 不捨得走 那就出了事了 但是都有走的 在紡織行業 紡織行業都有 江蘇人都走 有些是廠 而不是機器搬到台灣 有些是搬到香港 再去香港再發展 香港那時候 50年代很多紡織廠 50年代很多紡織廠 但是主要是寧波人 寧波人在香港 是圍著 上海幫裡面可以這麼說 就是上海幫裡面 八成是寧波人 就是香港的上海幫 所以那天我聽到 我沒有辦法說他 他不是很清楚 寧波人一殺出來 但是你又不怪他 你廣東人離開 寧波上海這麼遠 就是等於你叫上海人 寧波人明白 什麼叫潮州人 什麼叫南半信那一套 他沒有辦法明白的 就是離開太遠了 但是所以大家要明白 那麽好像是 鮑肉江來到也很慘 實際上他那時候不是船王 來到香港 就是他先達通了一條日本線 幫日本 就是日本人給他 他起了船之後 在日本起了船王 然後船就租回日本 那裡就發達了 所以他那個所謂的噸位 他的噸量 多少噸多少噸 是全世界第一的 那些希臘那些 永遠比不上 希臘船王永遠比不上他 那他就真的在香港發達 大家知道了 買了九龍倉 買九龍倉當中 和李嘉誠有少少競爭 其實大家都上場 但是呢 寧波人來到香港 他們基本上就不相信地產 而且他們覺得地產是很慢的 靠地產賺錢是很慢的 要起樓慢慢的 工廠快 那筆錢差不多可以每個禮拜都可以轉 但是你起樓 分分鐘起一兩年 那錢就慢慢慢慢的 那個轉數就慢了很多 第一 第二呢寧波人在上海都有地產的 那不見了 被控訴了 共產黨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寧波人就不是怎樣碰地產的 那這次呢 所謂的習近平很猛 不是習近平 是他們的文人寫的 就是特別提起曹家 曹光彪的女兒 曹光彪的兒子 和包玉光的女兒 特別提到他們兩個了 那他們兩個當然是寧波人 那那兩個實際呢 當日包玉光買九龍倉 那一塊土地是很有價值的 用來開發 開發 就是那些土地已經在那裡了 它不需要再賣 那一塊土地連同公司一起賣了之後 那一塊土地可以用來衝券 是很有價值的 很有價值的 因為那地位很好的 是沾沙咀的 全部近海那裡 全部整條海邊都拿了 所以我提起 天星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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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運大廈 跟著 海什麼中心 跟著海港城 一路一路一路 一路去到什麼呢 去到最後那裡 去到那個 什麼澳門 香港去澳門那裡 那裡 去那裡的位置 海航 海航 海防道 到尾 那裡 那裡 那裡不得了 那塊土地很值錢 全部都靠海了 現在全都沒有用了 它有幾個碼頭 可以申請重建 它現在有幾個碼頭 用來停車 一個碼頭 用來造會所 實際那些全部可以重建起高樓 將來 所以它不是買地 它不是來重建 它買公司那裡有地 那地呢 就不斷在那裡 整靚一點 整靚一點 做出去 那這個就是它的策略來的 就不是故意做地產的 那它就成計了九龍倉 那就變了一個地產 之後呢 它不需要再去外面 好像其它那個幾大地產公司 那樣拼命在那裡 立地 又有儲備 儲了一些地 它不需要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它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曹光彪就更加不會 曹光彪呢 那時候就是 它在澳門 它斟職在澳門做 澳門為什麼呢 澳門不用高坦的 澳門是屬於葡萄牙的一部分 那它等於是沒有葡萄牙的本地 所以它做出來的那些衣服 那些斟職的那些衣服 買去歐洲 那葡萄牙又去歐洲又不用碎了 整個歐盟也不用碎了 所以變了它那裡就越發越大 那後來呢 大陸開放了之後 他們去大陸做了很多 很厲害的 他們就完全其它行業 就是真的專心做一個行業 它做得很好